私立台湾观光学院新的代理校长 由顾前总统李登辉的办公室主任王彦均来接任 学校已经提出了停招不停办的申请案 将在明年110学年度全面停招 希望可以转型 而目前学校内还有600名的在学生 各班的导师也开始劝学生来办理转学 据了解教育部已经确实收到台湾公文 来申请停招不停办 但因申请停招的内容太过简略 而招到教育部先行退回要求补充 台湾前生是金钟商专 最多曾经有上万名的学生 2017年9月因日监部招不到百人 而对于在地居民表示 希望学校能够不停办 持续转型为经营方向 保留观光餐旅以及厨艺系 教育部是否也能够给予辅导协助 以我们的观光学院历史算是蛮悠久的 将近有30年的历史 比东华大学还要更悠久的历史 我们在地也希望说教育部 可以多多支持我们的观光学院 会让我们的观光学院 有机会的话再风华再现 所以说这真的是我们蛮在乎 我们地方蛮在乎这个学院 是否可以继续成长的存活下来 台湾观光学院2018年 曾由台湾运动彩券公司来接手经营 挹注了6000万元 一度决定转型成为厨艺专精学校 今年受到了武汉肺炎疫情影响 运动赛事停摆 台湾运彩停止捐资 董事会改组 教育部先前已限期学校董事会 运诺捐资的经费 记者林杰 说风香采访报道